美女带着齐白石的字画来鉴定 专家当下定论 这是艳品 美女怒斥道 我可是她亲孙女 专家连连道歉 看走眼了 那健保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为何专家要说话是假的呢 在古董健保中 字画类的宝物是最难鉴别的 一丝一毫的区别 结果就会天差地别 非常考验健保专家的功夫 甚至专家又看走眼的时候 今天我们要说的 就是发生在一档健保节目上的事 这次上台来健保的是个美女 大家果然很容易被美好的事物所吸引 美女一上台 场上的氛围就活跃了起来 见现场观众兴趣这么浓后 主持人两忙热情地说道 看大家这么感兴趣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位美女 今天带来的究竟是何宝物 先让她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美女也毫不收敛地说道 我来自湖南长沙 今天我带来的绝对是货真价实的宝贝 而且是出自明家之手 听到这里 大家更加好奇了 很多来健保的人都说自己的宝物是真的 可是后来打脸的也不少 见美女这么有信心 主持人便问道 见美女对自己的宝物这么有信心 那今天带来的宝物是哪位名家的作品呢 美女接着说道 我们家里是但是做生意的 看到这幅画的第一眼就非常喜欢 当时花了不少钱才买下的 虽然我们夫妻俩不懂宝物如何鉴别 但是我找董航的人看过 这幅画就是我国知名画家齐白石的作品 说起画家 徐悲鸿张大千都是盛誉极高的画家 齐白石也是与他们齐名的人物 齐白石最出名的画作叫 属他画的瞎了 除此之外 世间的花鸟草虫他也十分擅长 齐白石最我国现代的绘画大师 如果能为一幅他亲手画的作品 那现在定是价值不菲 但是齐白石先生绘画创作的生涯 是分时间段的 他最经典的作品 大都是在八九十岁的时候 晚年的时候 他经常绘画一些蜻蜓和荷花 所以这个时间段的画作 也是最值钱的 听完专家的介绍 现场的观众对这位美女更加好奇了 这时主持人也忍不住问道 这位美女如此坚定自己的画 是出自齐白石之手 那你带来的究竟是齐白石的哪幅画呢 让大家赶快来欣赏一下吧 美女缓缓打开自己的画作 这幅画上画的 正是刚才专家提到的蜻蜓和荷花 看到这幅画的第一眼 大家都震惊了 难道这幅画 真的是齐白石先生的经典之作吗 底下的观众议论声不断 都觉得这是个天价之作 见观众讨论的这么激烈 美女脸上也非常自豪 此时主持人忍不住问道 美女你的这幅画究竟是从何而来 既然你家里这么有钱 那这次来我们节目上健保是为了钱吗 还是说另有原因呢 美女带着齐白石的字画来鉴定 专家当下定论 这是赝品 美女怒斥道 我可是的亲孙女 专家连连道歉 看走眼了 面对主持人的询问 这位美女却刻意避开这些问题 只说这是自己家里的传家宝 想着看看究竟是不是物有所值 此时健保专家便开始仔细查看 这幅画整体看起来的确非常有意境 画上有一个蜻蜓留在荷花上 蜻蜓画得也十分生计灵动 绘画用的纸张也确实是齐白石那个年代 如果这幅画确实是齐老的真迹 那保守物价也在四亿元左右 但是仔细看就会发现 这幅画还差点神韵 所以这是后人模仿齐白石先生的艳品 听到专家的这个鉴定结果 众人纷纷为美女感到惋惜 上台时信心满满的美女 这下竟然打脸了 然而健保专家的话 并没有打击到这位美女 美女反而一脸笑意地向专家问道 你们会不会是有什么地方遗漏了 要不你们再仔细看一下吧 美女的这番话 大家也确实十分理解 高价买了的宝物被鉴定为假货 确实难以接受 但是古董行业原本就是充满各种未知性 来健保的人都希望自己的宝物是真品 但是结果未出来之前 谁都不敢百分百保证自己的宝物是真的 虽然美女并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失落 但是现场的气氛还是变得低沉下来 几位健保专家听到这位美女的话 纷纷大笑了起来 直言道 我们入行已经几十年了 鉴定的宝物少说有上万件 几乎没有看走眼的时候 你的这幅画 我们几个刚才已经鉴定过了 这就是赝品无遗 专家的这番解释 也让美女失去了耐心 直接气愤地上台取走了画作 还对这些专家直言 你们根本就不了解齐白石先生的作品 美女的这顿操作 台上的专家也坐不住了 在专家看来 美女就是在无理取闹 其中还有一个专家说 我最早入这行的时候 接触的就是齐白石先生的画作 对齐老的画作 我是十分有信心的 现在怎么轮到你一个小姑娘 来指点我了 你又是何人 你连古董都不懂 对这些画作有了解多少 凭什么要这样质疑我们 听到这种话 这位美女也是不甘示弱 对专家说道 我姓齐 是齐白石先生的亲孙女 听到这话 大家都傻眼了 这一下专家可真是太打脸了 趁着大家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这位齐小姐又展示了爷孙俩的照片 随后就准备拿着画离开现场 于是啊 主持人连忙上前拦住了她 专家也开始向这位齐小姐道歉 刚才是我们看走眼了 齐小姐能否让我们再重新鉴别一番 美女带着齐白石的字画来健保 专家当下定论 这是赝品 美女怒斥道 我可是她亲孙女 专家连连道歉 看走眼了 虽然这位齐小姐此时一肚子怒气 但是她也不想让爷爷的画作 就这样被质疑 最终还是再次拿到了台上 为了更好地鉴别这幅画作 专家这次索性拿着放大镜去观察 原本蜻蜓身上的细节就很多 画上的这只蜻蜓画得更是十分细致 但这是一只翅膀上有残缺的蜻蜓 听专家说到这里 底下的观众觉得 既然是残缺的蜻蜓 那这幅画肯定是残缺品吧 专家一脸严肃地回答道 残缺的才更难画 在大家的潜意识里 都觉得这种残缺的东西是不完美的 只有那种完整的才算得上完美 其实恰恰相反 这幅画是刻意在表达这种不完美的感觉 怎么可能会没有难度 这一类画作通常是齐劳晚年的作品 试想一下 一位年近90的老人 眼神还能如此毒辣 这该有多厉害呀 而且你仔细观察还会发现 画上这只蜻蜓的翅膀非常薄 这是相当的不容易 可能连蜻蜓都不知道 自己的翅膀什么时候少了一块 但齐老恰恰就抓住了这一点 听到这里啊 大家纷纷都对齐老的绘画水平发出赞叹 齐小姐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紧接着她又问道 那我爷爷的这幅画现在能值多少钱 对此专家回答道 齐白石先生正常的画作都在上亿元 像这样经典的晚年画作 现存的已经不多了 所以它的价值更高 市场价能达到八亿元 听到专家的估价 齐小姐非常自豪地说道 我来这里并不是为了知道这幅画的价值 这是我爷爷的作品 也是她的心血 无论哪幅画作 它在我心里都是无价之宝 这幅画啊 一直也作为我们家的传家宝 不管它值多少钱 我从未想过把它卖掉 齐小姐的这番话 获得了全场的掌声 大家都为之欣慰 齐小姐之所以来到这里 也是想看看现场专家健保的能力 但人非圣贤 熟能无过 专家也会有看走眼的时候 这样小编想起来之前 有一档这样的健保节目 如果带来的宝物 被专家见定是假货 那主神就会搞破坏 甚至会将其毁掉 幸好这位齐小姐啊 没有去那档节目健保 否则就毁了一幅经典画作 那这个责任又该谁来承担 如果这个宝物是你的 面对价值不菲的宝物 你会怎么选择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就给大家看